哇 老師前陣子台股比地震還震 有沒有什麼優質的潛力股可以偷偷報給我 欸 不要那麼貪心 最優質的潛力股 我都會分享在群組 讓大家一起賺到錢 欸 你有不想錯過嗎 趕快加入群組 一起往財富自由道路上前進吧 哈哈哈哈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到底股長 我是方瑩 我是雲聰霖 台股今天在台積電鴻海 以及聯發客的帶領之下 早盤最高來到了20521點 不過因為重電電氣電人族群走落拖累 那最終是收載了20330點 漲了107點 值得關注的還有電子股回神 以及旭旺的營建股 一同扮演了稱盤躍角 而且外資監視油賣轉買 那今天的走勢下 有什麼投資朋友需要多加留意的呢 好的確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今天的大盤 那個股 個股那個 上市下跌的有500多家 上漲的只有371家 那上跪也是下跌的有430 上漲的300 所以今天普遍下跌是比較多了 好 那因為昨天美國四大棋子 納斯達克跟非者慢導體 都漲了1.5%以上 那表現很好 而且高通 高通他的這個營收 獲利的展望非常好 那他說這個智慧型手機 對先進的這個晶片需求強勁 結果幾乎快大漲了4% 所以就激勵了今天我們台灣的相關的族群 譬如說聯發根 好 那這是今天的大盤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今天大盤 就像芳瑜剛剛講的 一開高 開高以後呢 結果就跌破這個均價線 跌破均價線以後就持續走弱 那再也沒有回到均價線之上 所以就後來這一路都是走弱的 好 那一直到收盤為止 那OTC今天顯得更弱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好 類股行情 類股行情 對 電子類 57% AI概念股10% 是 半導體22% 好 那其他的跑到哪裡去呢 跑到那個 這個 電子 對 電子通路 它有11% 是 今天電子通路表現得非常好 對 好 銀件類股今天不遑多讓 那個漲幅非常大 就是 輪動 他們電子類 不是 銀件類股當中的個股輪動 所以今天 他們整體是漲了2%多 而且他們成交比重有8% 所以這個是 以前非常難得難得見到的 銀件類股它的成交量 可以那麼大的 那這個樣子有量有價 可見這個銀件類股 不會這麼快就熄火 應該還有持續震盪走高的機會 好 標股都在這裡 對 好 各位同學 你們如果是走過 如果千萬不要錯過 那上個禮拜 就是這週 這週我們表現特別好的 有佩爾森伊 玉邦 琴凱 穆德 月峰 台慶科 還有國劇 還有碩天 碩天 這些就是這個禮拜表現特別搶眼的個股 好 好在我們的節目正式開始之前 拿出你的手機掃描QRGO 才不會錯過老師分享的標股 對 沒錯 那我們除了分享標股以外 我們會不定時的 把這個基本面比較好的這個次產業 產業 分享給大家 所以大家一定要定我們的Line at 是 除了Line at之外 袁老師的個人頻道也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以及一定要鎖定到最後 因為我們還有 LanLan8 有幾波台 好 那今天的這個加權指數 就是 等於是開高走低 那回等 那不過他這個整體的這個走勢 目前仍然是在月均線之上 所以相對的 還是蠻強的 尤其是 這個季線半年線仍然是持續走高 那如果說萬一不小心 這個日線的部分短線有拉回修正的話 但是因為季線半年線仍然是持續走高 所以這個不妨害他的這個中期的多頭走勢 仍然是拉回就是一個好的買點 好 那三大法人部分 外資今天買超了169億 投信買超20億 經營商賣超14億 那期貨的部分呢 哇他們今天又繼續空 多空了2000口 那等於是幾乎快到了2萬口的這個空單了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非常標準的避險 因為他們現在也不知道說 萬一未來這個指數如果走低的時候呢 他們這個空單 期貨指數的空單呢 就可以獲利 這個1萬9千多口 期貨空單就可以獲利 那這現在他們的策略是 就是用避險操作 好 那那個 融資與額 昨天增加了32億 來到了這個短期的新高28 7億 那就是賞物通常就是晚一天晚兩天了 好 那台積電 我們最近的這個 大家關心的就是台積電 一個人的武林 他已經使得台紫期貨 達到了載機指數的這個門檻了 所以那個未來呢 有三個月觀察期 所以萬一這個美系的投資人 他們不能來買這個台灣的台紫期的話呢 他們可能要另外想辦法 譬如說他們去新加坡 或者香港下單 那這樣就可以避開這個 沒辦法買這個台紫期的這個窘境了 是 那我們講說這個2021年年底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也有這個情形 台積電列入這個 指的台紫期列入載機指數 那外資那時候拼命賣 賣超了80萬張 但是現在的這個時空環境 不太一樣 現在時空環境呢 目前2021年年底的時候 那時候是多頭市場的這個 末升段 末升段 所以很容易呢 就是大家急著想要賣出股票 那結果後來就一路跌 那現在仍然是多頭市場的主升段 所以應該跟那時候是相差蠻多的 所以拉回的話呢 仍然是可以繼續再做多 那高價股 高價股今天這個大概是一半一半 是 一半一半 那四星KY今天要開法說會 那今天開盤的時候表現的不錯 但是後來也是開高走低 形成了一個這個小黑棒 但是整體而言呢 因為它的這個這幾天的這個黑棒 還有十字線呢 都是在這根長紅的上面 所以呢 這個短線它目前可以維持這個高檔 在這邊仍然是相當強的 尤其是五日線已經突破了這個22日線 那這個對它的這個中短期的走勢呢 就會有幫助的 那四星KY仍然是可以持續在 持續看比較看好 因為它的第一季的美股盈餘 有15.8 創了歷史新高 這個是很難得的 那它未來每一季都會逐漸成長 所以對它的股價會有幫助 好 國具 國具 國具我們在這個之前在4月22日這邊 有跟大家講 那這個就是說 它的股價呢 已經感覺 感覺就是要突破這個 對上升三角形 果真等了幾天以後 今天大漲 今天大漲 然後漲幾乎盤中的幾乎來到 快要來到漲停板 可惜後來尾反殺下來 那因為它的國具的這個毯子電容 可以應用在這個AI產品 所以它也算是一個這個AI概念工 那未來這個走勢 因為它既然已經突破了 只要不拉回的話 股價仍然是持續看多的 好 IC設計 今天是一半一半 表現 表現好的沒有很多 那表現差的也有 像四季 四季名聲 它就是商業集團的 那因為漲太多了 所以回答 AI概念股 今天大概是四分之一 是表現比較好 四分之三表現比較差 好 那我們來看鴻海 鴻海它是這個AI伺服器的代表 那因為它的這個GP200 機櫃出貨 是2025年的時候就會持續大出貨 所以這個對它的營收盈餘 都會有大的幫助 所以目前的股價呢 來到140到160之間相形整理的上緣 如果可以突破160的話 它的股價呢會轉得更強 好 在我們的亂商賣毛幾包塔之前呢 拿出你的手機掃描頻道 QR Code才能掌握每日市場最新的潛力 黑馬股 它的留言跟按讚都是老師解盤的動力 好 那我們那個之前跟大家推薦的這個玉邦 玉邦 它因為它是受法人最有肯定的 受惠AI的AI概念的這個純度最高的被動元件 而且它打入了這個 回答供應鏈 對 沒錯 所以光是這個利多呢 就可以刺激它的股價秩序 今天也是來到了漲停 對 它這個拉高以後呢 三天整理以後呢 今天一下子馬上拉到漲停 所以股價非常非常強勢 所以顯然呢就是說主力呢 它不願意再不等了 就是說本來是在這個呢 可能要整理5到8天 它整理3天就結束了 今天就直接一拉上漲停 所以它股價非常強勢 好 那台信科 台信科我們之前跟大家講的時候 那時候是118 4月25日118 它這個也是被動元件的廠家 尤其它是做電感的 那它已經針對了AI的這個電感 進行這個自動化的這個生產 所以今天股價大漲 對 今天股價大漲漲的奇葩多 那突破了這個 它的這個壓力區 突破壓力區 而且它因為它持有育邦 25000張成本都非常低 大概只有50塊左右 所以光是這個地方呢 潛在獲利就已經達到18億 所以對它的這個盈餘來講 非常有幫助 所以它的股價呢 不會寂寞 好 那碩天 碩天我們在4月22號 這個240 對 20.5 對 跟大家這個講說 它的本益比是相對的低的 只有14.5倍 那獲利很好 這個今年可以獲利18元 那這個樣子呢 整理了一下之後就突破了 突破今天拉出長紅 今天拉出長紅 來到漲停板 所以這個 因為它的資料中心電源管理產品 需求持續擴大 對它來講呢 營收 營餘都會持續的增加 好 那這股價呢 仍然有高點可以期待 好 月峰 今天在盤中的時候 一度來到漲停 對 一度來到漲停板 所以我們在很早 2月過完年的時候 那時候就跟大家講 這很低的地方25.35 那它整理了以後 整理了以後呢 然後持續走高 持續走高 緩緩緩緩緩走高 那它也算是被動原件的一份值了 它是台灣最大的猛新系列的鐵芯製造廠 那現在呢 又創新高了 所以這個股價 仍然有高點可以期 好 那穆德 穆德我們之前跟大家講說 因為它的這個2024的第一季的財報 財報不佳 肯定不佳 所以它拉到這個高點 應該就會回檔整理 目前就仍然持續在回檔整理 但是它今年的展望 很好 今年它的獲利可以來到50元 其中這個光是月光貢獻就有40元 所以拉回整理 等它整理完了以後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買點 好那秦凱 秦凱這個今天盤中的一度 漲了8.5% 可惜 可惜這個殺下來 殺到這個平盤 附近只漲了0.5元 那它今天的股價創新高 那就是沒有人守住了 那就是現在的出現兩根上一線 所以就需要可能再需要觀察 整理 5到8天 對 沒錯 需要再整理一下 那試得這個就是它拉出長紅以後 這幾支都是在這個長紅的上面 所以整理一下仍然有高價可欺 那富士達 富士達 它的這個從983回檔以後 在這邊出現了這個買進訊號 那這邊只要說它的股價 沒有跌破763 仍然是強勢的 今天收盤780 所以不跌破763 仍然是非常強 那就是有希望再持續的走高 好 那艾姆勒 我們之前在這裡跟大家講 那個它這裡形成一個這個 長角十字 長角十字 那隔天收黑 所以我們就說要整理5到8天 所以現在仍然是持續在整理5到8天 那整理5到8天完了以後 如果說它的整理的這個情形還蠻不錯 就可以找機會再介入了 好艾瑪斯科進行 今天是還在這個箱形整理當中 持續在這箱形 那因為它是一個AI純度最高的這個 散熱的股票 那相對於這個奇紅雙紅 它的股價仍然不高 因為它的AI營收盈餘表現的都非常好 所以很有希望呢 突破這個400元 那這個未來呢 只要說它持續站穩在這個月線 無日線之上呢 是 那就可以持續往上攻高 好 好那所羅門呢 就是我們之前跟大家講說這個是空頭吞噬嘛 是 所以要整理5到8天 所以目前仍然是在整理5到8天的這個過程中 對 那這個整理完了以後 譬如說如果來到這個低點呢 那就可能會有這個獲得支撐了 好 龍德造船 目前呢 也是要測試這個110的這個支撐 如果說這個110守得住的話呢 那它就可以來到這個125的這個區間內 好 相信整理 如果125再突破的話 就可以來140這邊測試 好 相鄰 相鄰 相鄰我們那天跟大家講 因為它隔天受到隔日充 大幅的賣壓就直接殺下來 但是呢 因為它的這個股價非常低 那所以主力就不願放棄 這麼這麼低的這個股價呢 然後它隔天馬上就拉上漲停 今天又拉上漲停 盤中拉上漲停 那可惜後來尾盤沒有守住 所以這個 因為相鄰他 除了這個 銀劍的這個題材 他還有這個光光 韓碧柔 韓碧柔 對 所以現在的股價那麼低 仍然可以持續走高 達利 這個昨天收了一個上影線 沒想到今天非常非常強 那也是說 主力不想要讓這個股價 在這邊整理5到8天 他直接就往上拉 創新高 創了這個短期的新高 那股價仍然可以持續走高 好 俊維KY是我們這個就是 比較中期的這個持股 那你這個 因為他跨入了AI供應鏈 那大家你就可以找機會 如果說來到了這個 箱形整理的這個下緣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這個 在這個下緣60元附近 這個介入 那應該有這個高價客氣 金星科 因為他的這個 Meta 對 他做這個Risk 5的這個架構 Meta 用他的這個架構 所以呢 因為Meta要做自然晶片 那這個 呃 呃 他的股價呢來到這邊 370這個地方呢 已經整理兩個禮拜了 而且最近 呃 有這個 美國要限制 對中國的這個輸出 是 那這個 所以這個是利空 但是他利空不跌的話 表示說 欸他未來呢 這股價 有希望持續走高 好 那這個上藥就是我們講說 他是這個 上藥集團的 那今天還在走高 但是呢 尾盤就收下來 是 那目前的話呢 感覺 因為 呃 銀建股仍然是熱呼呼的 因爲 所以說上藥集團 他 真的可以期待 對對對 不會馬上就做完了 好 選擇好的股票 挑對進場時機 就可以獲得比較高的利潤 好 感謝老師今天精彩的分享 如果你也不想錯過標股的話 那就一定要加入老師的Line at 好的 要你孤章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本公司已望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欸同學同學 你下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訂閱理財說看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欸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按讚訂閱留言 跟我一起輕鬆理財